多謝大家出席今天第三場的講座 第三場的講座題目是 《什麼是攝影?攝影藝術的無常與無雙》 我們請到有我們今次大師攝影獎的 我們Commission的得主劉昇平先生為我們的主講 也有其中一個入圍的攝影師 唐景峰先生為我們的主講 亦請到光影作坊的主席 鄭明莊先生為我們主持這個講座 事不宜遲,我將時間交給鄭明莊先生 好,多謝大家來這一節的講座 我想這一節的講座可能是和之前那些不同的 那些是說空氣、說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是怎樣 我們這一節就比較集中說攝影媒介 因為Wing這個獎項是一個攝影的獎項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探討一下 究竟來到這個年代的時候我們怎樣去理解 或者怎樣去處理攝影這個媒介 好,因為今天這兩個講者 劉昇平和Kirk 如果大家在下面看到他的作品 你會看到他們在對攝影的理解和取向上 其實都有很不同的選取 開始的時候,劉昇平會簡單介紹一下他的作品 然後就輪到Kirk和唐景峰 可能我們中間會有一些對話 然後我們就會開放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過程裡面會刺激到你們一些提問 我們也希望會和你們有些交流 那我就將時間交給劉昇平 好,各位好 多謝各位今天來聽我和Kirk的名章一齊討論攝影 一會兒希望引起到各位大家的興趣 我們一齊討論 我最喜歡是一齊討論的場合 事不宜遲 其實今天的時間很緊張 我們都定了 我們每人有些時段去做些甚麼 因為想留多點時間給各位 可以有些問題 大家可以談到 特別是今天 或者是這個活動 其實最重要都是 對我自己來說 是一個想法的交流 Wing做了一整年 或者是我們參加了這麼久 要做一個展覽 然後要討論 其實還有後續很多東西 當然最重要的一個題目叫做空氣 空氣這麼抽象的東西 對應下來每一個人其實是甚麼呢 由我自己的作品說起 其實為甚麼會刺激起我 原來這件事我都可以參加到 其實很久之前 都很久了 其實我很多時拍的東西都很關乎 或者我們都喜歡叫做空氣的 我記得可能都超過十年前 我有一個題目叫做薄如空氣 那現在說回這個作品 或者是大家在展場看到的 原先出現就是在光影作坊 所以今天我找了光影作坊的一個主持人來主持這件事 就是光影作坊的一個展覽 就是我和一個香港很出名的藝術家叫鄧瑩芝 就做了一個超過九個月的交流會 每個月討論 就關於香港城市 或者我們的文化的一些東西 其實很虛無飄渺的 甚麼都可以討論的 甚至最後其實我們要做些甚麼 其實我們都沒有預設的 到後來其實突然之他就說 我就做了一個攝影的展覽 就開始了做了幾張這個作品的一些部分 這個作品其實我還未完的 我現在都還在做的 這個作品其實在傾談之中 其實我們講很多關於香港的東西的時候 我是有幾件事激發度 一件事就是我和繪華的關係 或者是當時我在想香港和我的關係 或者是當時我在想像著 接下來的2012年尾 其實是世界末日的 其實我還做不做呢 都有限了 其實都沒有多少天了 發覺原來這個世界末日 沒有甚麼人管的 香港人是特別不理的 為甚麼不理呢 就是因為 通常很多東西我想知道的 其實我和很多學生都說 你想知道的答案就自己問一下自己 我問一下自己就是 80年代開始 我身邊很多同學 很多朋友 很多親戚 開始都覺得香港不能住了 要移民了 97年了 97年政權移交 我們很害怕97 香港是不是中西文化中心 97年有特區政府 不是英國統治的時候 中國人可不可以管治香港的呢 我們有董先生 我們有高官文責制 我們又開始有母語教學 我們有 七一遊行 我們有琴流感 我們有沙士 沙士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你夠不夠膽買樓 你夠不夠膽買淘大花園 記不記得亞洲金融風暴 記不記得匯豐公股 有沒有人說 匯豐沒有呢 香港就完了 有時候我記得 明天截止 你還供不供股 你有沒有買匯豐啊 沒有買匯豐的人都走來問我 有沒有買匯豐的 我的末日的感覺 原來我們每年都有的 每一次末日都告訴我們 百年一遇而已 落博也是百年一遇而已 但是我們經常都百年一遇的 香港人其實嚇大了 嚇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怕 世界末日比我緊張 過不過到明天 這些東西令到我覺得 原來我們這麼緊張 我們的地方 還是其實我們化了 我們不緊張 當時我覺得 這麼多東西 這麼有限 甚至如果有 有時候有一句說話 就是說 你當每一日 都當你是生命裏面 最後一日 或者最後一年 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你會很珍惜 你會很有 有建設性 很積極地做了你想做的事 如果是的時候 我希望 我可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 可不可以 大家 香港人不同社會階層 男女不同職業 不同崗位 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你最後一眼 喜歡的城市的時候 可不可以刺激到 大家一些正面的能量 去想一下 香港其實是一個什麼 所以空氣對我來說 我第一個想法 我不是想起空氣污染 我是想起香港的精神 精神是什麼呢 在中國人來說 空氣是 氣 氣 氣 很多不同人的演繹 這樣很抽象的 除了我吸進去的時候 有什麼 當然令到我們可以生存 令我們可以想 可以想 可以想 可以有一個看法 那這件事 其實可不可以是 寬闊一些 如果我們 今年的主題是說 空氣 除了是空氣污染之外 其實 我昨天也跟很多媒介朋友說 其實香港人 很厲害 甚至很小 香港已經過了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如果大家記得 小時候 會有一些牌寫著 叫你不要隨地吐痰 會罰五千元 不要丟垃圾 香港現在的社會運動 是不會 用一種命令式的口號 叫你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因為已經沒有效了 我們已經過了這個年代 我們的文字已經不是要求這件事 有些事情令到別人想不做 或者大家齊心合力這樣做的時候 是要激發到別人的自主自覺 或者我自己真的想不做 不是你叫我不做的 那這件事我覺得是精神來的 那我最想 我拍這套相片 其實就是做這件事 我通常是說得太多 通常都說完之後 一落台的人就說 你不要說那麼多 那我就不如給相片大家看 好嗎 那 或者我的出發點是 攝影作為一種思考的方式 我每一張相片其實都是想代入一個不同的社會家層 由於我自己的攝影訓練或者是 我是沒有一個記者的訓練 或者是我想做攝影 我不是想做攝影記者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我覺得 如果攝影記者或者紀錄性的東西 我是很放心 我希望攝影記者的朋友做 不是我要去做 那我做是另一件事 所以我做的是一種另一件事 我個人來說可能是一種 Fiction 個人的小說的一種方式 這個就是我開頭這個作品裏面 第一兩張想像的就是 如果行政長官死的時候 應該看到些什麼呢 那我等一下我不想說那麼多 因為對我來說 我想這個作品是想各位 是一種閱讀的方式 多於是我一種朗讀的方式 所以等一下每一張照片 前面都有一個不同的社會階層 我去想像代入他其實死前見到的東西 這個會在大會堂的展覽廳會展出 這張照片 照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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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可能看头影片 其实就不是很看到 所谓很细緻的影像的一种部分 另外 看到现在都可以说一说 我的选择里面全部都是 如果真的没日了 有什么剩下来 其实在城市里面大家曾经 会觉得 这个地方是曾经有个文明的呢 我是借一个方法 方法就是 如果美国太空总柱 发射太空船 去火星的时候 其实它会在火星里找到什么呢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它发现到一些对称的建筑 应该呢 那样东西就应该可能不是一些 就是有机生成的一些 自然现象的东西 那那些可能是会 令到发觉 这个地方是曾经有个文明的 所以我找到 其实或者我想有兴趣拍的东西 是一些高亚电纜 香港的地标 瓶泥的 栋植物看到的东西 罗亚方舟 罗亚方舟那对长颈鹿 或者香港的殖民统治的时候 留下的遺像 香港的主题公园 曾经是亚洲最高的建筑物 曾经是亚洲最高的建筑物 这个展场也有展出的 这个是 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就是应该是一个 我们看烟花的时候 我们旁边 应该有很多秘密警察的时候 监视着我们看烟花的时候 看到那个情景 好 这个作品看完了 另一个我也想说 就是 另一种方式 就是好几年前 我有机会在北京做展览的时候 引发了我想做一件事 那件事其实 我自己想拍摄 但是一直都解决不了 那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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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拍摄的时候呢 那我去拍摄的时候呢 解决了一件事 那就是 那就是 那最近 那我都可以马上说的 就是我帮Ampas 呢 就在做一个工作坊 原来Ampas 最近呢 就在做一个网上的展览 是关于违红钢馆的 香港违红钢馆 那对我来说 香港违红钢馆 其实是我小时候 看科幻片的时候呢 已经是 想象这件事 应该是 是 很多年后都有的 因为我记得 Bayrunner的Harrison Ford 是在下面吃拉面的 就是未来的城市 是应该还有违红钢馆的 但是 去到今时今日 发觉 没有的了 但是我拍摄这张照片 其实不是为了要 保育违红钢馆 而是 我想 有一件事我想讲的 或者是 想大家分享 或者大家注意的 就是 中文字的排列方法 中文字的排列方法 其实我一直都很介意 我不是很喜欢用简体字 我喜欢用凡体字 我很介意中文书 是好像英文那样 由左至右的排列 而不是传统的 中文由 右至左的直排 中文是应该直排的 如果在本书里 但是 有一个说法 我一直都想证实 就是中国政府 其实现在 是好像不是 是 明文规定 或者是法律上 不让新出版的书 是由 左至右 打横排 那就要 所有中文书 其实跟英文一样 你看一下 现在 简体字的出版 是没有 新的出版 是直排的了 除非你是古籍 这件事对我来说 我觉得有点可惜 我不是很想 地球上有些物种 是曾经 存在过而消失的 有些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 我有一件事 又很恨的 就是 日本人是保存得很好 日本人的年轻雜誌 无论多新潮 多年轻 其实他们坚持 是要直排的 这件事由于我在 所谓 桌面排版 或者Desktop Publishing 其实我一直在看 知道我的发展 就是 什么人是令到这件事 在所谓的软件那里 是可以继续做 我知道 开始做Desktop Publishing PageMaker 是第一个Software 可以做到 他只是能够 解决到横排的英文 那有些什么人是坚持 有印度人 有日本人 其中日本人的坚持 是令到PageMaker 有横排的看字版 直到今时今日 我相信都应该是由日本人坚持 我一定不可以 日文是横排的 然后导致今天 今时今日 我们的电脑 是可以直排中文的 那怎样是由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文化上的 题目来的 变成了一个摄影的题目 原来我觉得 我可以拍香港的招牌 那 而拍完之后 我发觉很多 现在我展示给你看的 其实 可能都会没有了 还有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 原来香港人 我这种 香港人的精神 或者那种变通的精神 就是我们的文字很奇怪的 原来中文字 在同一个位置里面 打横、打直、打斜、 兜圈都好 我们都看得明白的 那这样东西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国家文字 可以是这样的 好 那我给一个 有一種很特別的功能,或者是 你叫特色也好,你叫發光發熱也好 雖然可能是 對我來說,可能是香港的陽光管招牌應該是 倒數著了,應該是十年之後 所餘無幾了 我今天帶了這兩個題目出來 跟大家分享,對我來說 攝影可能是一種 對一種題目的一種想像 或者一種思考方法 這件事我經常提倡 有很多人開始接觸攝影的時候 其實攝影除了對現實世界裏面 做一張證據的描述 讓人知道你見過一些東西,你吃過一些東西 你去過一些地方之外 其實還可以是一種 個人的一種想像 甚至對一種題目的思考 甚至是一種個人的聲音 這種個人聲音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其實 在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是應該存在很多把 不同大聲、小聲的 個體的聲音 我很強調是一種個體的聲音 是一種自主的看的方法 OK,我講到這裡 有沒有超市 我交給Curt繼續下去 或者在這一刻 有沒有人有些事情想問清平 先的 沒有,我們就看看 聽到嗎? 聽到嗎? 謝謝大家 抱歉 抱歉 首先,我先說句對不起 因為這個講述我給過幾次 但通常是講兩個小時 這次只有15分鐘 所以會很快 就是我全部切斷了 很快 還有我給過幾次都是用英文講的 所以我中文不是很厲害 所以有很多英文字 所以希望大家不好意思 可以說一下什麼是攝影 先說一下 先說一些歷史 因為那個字 鏡頭是哪裡來的呢 是鏡頭的 是鏡頭的 是說一個暗房間 主要你說拍照 是不是真的 其實我覺得是 你是擁有光 以及擁有光 這兩回事就是拍攝 你說回歷史 其實拍照 八幾年歷史是很短的 已經經過很多不同的項目 例如這些是Daguerre Types 這個是Soak Print 這些是不同的項目 這些是不同的項目 對不起 這個是Soak Print 這個是Tintype Wed Plate Collodian 這個Otochrome是最早期的彩色相 這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是1910年已經 這個容易一點是吧 1910年已經有彩色的相片 那你到自從Codec出了Brownie之後 突然間拍照 是個個人都有拍照的 那你變成 黑白相 而Codec也都將 用Capture Light的 chemical放在紙和菲林上面 變成大家都可以用了 慢慢變成彩色 之後你80年代 真的個個都有相機 傻加機 90年代的彈髮都很有型 到現在Facebook沒有了相紙 但是仍然是Capturing一個圖片 到Instagram 那這個是很短暫的 就是History of Photography 永遠都是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 popular呢 我覺得因為拍照是很Democratic的 是很容易 還有人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不是講藝術的相片 永遠你拍照 很多時候都是 只是一個replication of cliché 通常你拍照 你拍完 永遠都是 我們trainers 看照 永遠都是obsessed with the content 通常一般人拍的相片 不會說回 idea 是甚麼 motivation 是甚麼 有沒有historical reference 有沒有social reference 有沒有context 永遠這些沒有說的 所以我覺得 拍照雖然沒有想這些 但是 end of the day 拍照其實都是一個abstract的reality 因為你把每一個scene 你frame了之後 其實那個photographer已經選了 你想擺甚麼出來 你想show甚麼出來 所以其實永遠都是一個 photographer控制 想人看到的東西 那我自己的 我的background就是 我讀完書 就去讀public health 之後我就在印度工作的時候 開始拍照 所以我入行的時候 我是做documentary photography 永遠是說回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我都是 charity 叫我拍甚麼 我就要拍甚麼 永遠都是representation of someone 老闆叫我拍甚麼 我就要拍甚麼 之後我就 拍幾年之後 覺得不太喜歡 我就回去再讀 Master's 那這個就是我第一個project 我就是那時候覺得 不如我自己做自己的project 我的idea就是 我去了這個project 我第一張想看的 是在加拿大拍的 那個idea就是 我會travel 就是是一個road trip 就是是一個road trip 一個沒有斜 就是 說回那裡的人 我 出發點的時候 覺得是 我會是 別人說給我聽的故事 但是回到英國之後 我剪輯一些相片 其實都是我自己的trip 唯一那時候 這張照片我很有興趣就是 因為我搭過很多飛機的時候 因為那些全部倒擠 飛來飛去 我的相片是被X-ray scan很多次的 所以我想 拍了三百多張照片 有一半都有X-ray damage 你有沒有看到有兩條痕在那裡 那我頭頭那時候 就看回這張照片 其實很生氣的 浪費了我三個月很多錢 一半照片就沒有了 但是 現在想回其實 這張照片就是唯一 那裡的人留下的東西 其他我拍的照片 都是我控制的 但是這些真的是 那裡的人控制的 其實那時候 2006年 我就開始想 除了拍照之後 我還可以做什麼呢 不只是 拍照 還可以 如何加入別人 如何把 演唱片轉換 另外一個經驗就是 我2008年 有一份雜誌請我去美國 Texas拍的一輯照片 是說 那時候的 idea 就是他叫我拍 因為美國那裡 是一個最快 被 避免的 coastline 那我想就是 我是 路程 就是 一至河邊拍 為甚麼 因為他們的 research 就是point to oil refinery 令到 那些河被人 被人 所以那些河一直被 被海水侵蝕 山莊三個星期去拍照 我拍了十一天 就沒有拍 因為我被 FBI拘捕了幾次 拍了之後 因為那裡很多 oil refinery 冥遠 我拿一部相機出來 十分鐘就有警察來的了 那我跟那個 創作者說我拍不到 最後我拍舊照片 就 ok 交到稿 但是三年之後 我記得坐在 中環那個 咖啡店裡 剛剛想到 其實我 被人拘捕的照片 google map 找不找到呢 那我就浪費了兩個月 真的慢慢 寄回到那裡 有很多張 就是highlight 我就是每一張 我被警察拘捕 或者question的照片 我去google map 找出來 那這個就是 exact again 就是 different aspect of photography 其實是不是只是拍照 還是可以 已經digitally 是available online的 你可以再尋找到 那之後 不是說我只是做這些 很多時候 我都拍回 more direct的照片 但是之後 我就是2009年 我就開始想回 那時候x ray damage 的照片 很有興趣 我可不可以 將這個概念 再玩其他東西 那 對上那個project 我是回香港和中國 拍公園的 就是說我自己小時候的經驗 拍完那輯之後 我回到英國 我就想把這個想法 交換到我自己的小孩 那我就開始拍 我local park 和小孩 我和兩個女兒去的地方 但是 就覺得拍得不好 那時候我就看到 一本science journal 就是講回 記憶體是怎麼構造的 那個 好幾個scientist都說 其實記憶體好像JPEG 那樣 你記得的東西 就是傳一半而已 那你的腦 記憶體的時候 你的腦就 fill in the blanks 那我就想一下 可不可以用片 做一個 做這個process 出來 那我就 在我local park 就拍照 這些是很 就是我女兒喜歡 玩的地方 拍完之後呢 我把片 那時候我用十成八片 拍完之後 我就把片 弄破了 弄破了 弄破的方法很多 我都沒有記憶 很多就是 我用浸水 或者放在焗爐裡 放在microwave 放在X-ray裡面 弄破了之後 我就 用不同scanner up to 有時有十個scanner 因為我發覺 原來不同scanner 就拿出不同的 information 那我就每一張 就是砌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 我是 repeat brain process 怎樣弄破了 才想砌出來 但是 亦都是 還有那時候 我拍完之後 我覺得 還可以玩大一點呢 那些照片 就已經弄破了 但是我印的時候 我想我印的照片 可以繼續弄破呢 那我就找到一個 process 就是我找到一些 不是弄得那麼好的 fine art paper 因為它不是燒得那麼好 如果那些墨 重 那些墨會繼續掉出來 那我第一 set 印一些 我做了一年 就弄得十六張照片 每一張都要幾個禮拜 才做到 那印出來的時候 我就用這些很便宜的紙 還要是將那些 印法 我是 tone down 每一個 layer 印幾次 所以那些墨是很重的 所以我第一出 第一輯 這一輯相 我frame完之後 那些東西 有繼續掉出來的 那十六張照片 其實在那個frame底 都掉了很多印出來 但是我印完之後 我就覺得 我很proud這輯相 我的Gallery說 你瘋了 哪有賣到 所以唯一第一輯 爛之外 其他都是很正常的printing method OK 終於講到我現在了 做完那一輯之後 之後那三年 我就做了一個family project 是說回自己的家 這個project是 took a lot of effort Hello 我不講那個project 因為那個project是另一個side project 但拍完那個之後 我用side三年就出了一本書 亦都tool了這個show很多 我在2013年 在香港了 我就想start另一個project 就是 講回我 講媽姐 但是我開始這個project 之後就拍到 都拍不到 我發覺 我拍到照 我覺得自己是抄回 對上個project的東西 永遠的照片 剛才說回 是replication of cliché 我拍一些很cliché的照 那我心想 我不想 暫時不想再拍照 但是我是一個photographer 是一個artist 我就想explore photography 那天我就坐在studio 這張是第一張畫的 這張A4紙 就是photography 在中間 我就拆了很多 即是不同ideal photography 你看到public image 即現在是上網 很多相片 是人人都看到的 右上角那裏說回 是剛才說capturing of light 那又說回 如果沒有light又怎樣 還有好像說 影相永遠是light 但現在其實 其實很多的印 即以前是light reacting to chemicals 現在是脈噴出來的 即是這個brain map 是第一張畫出來的 現在這張紙已經變成A1 所以很多的bubble 飛來飛去 那時候就很幸運 我香港的galerie說 很相信我 如果你想試試 就做什麼 然後我會給你一個展示 現在很快就說 我最新的展示 是今年2月開的 這個project叫做EchoVisions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第一 我最記得是一個 running theme of photography 因為這幾年 我主要是為賣print為生 做一個artist 永遠 講來講去 都是講回 addition 那些相片你賣出來 addition 還有很多東西 你去抄人 或者replication of things 那我就在想 不如我把這個步 take a step further 整個project是 About photography 每一個 piece 我就是用這些bubble 做 即是每一個bubble 我想可以怎樣 製作一個work 出來 同時 每個人都說 相片是replicable 那我可不可以 將每一個art piece 亦都appropriate 一個出名的artist 即是 變回 在每一層 我會重複 抄人 或者是 appropriation的人 那第一個 piece 這個neon sign take a breath approach the object in a calm and relaxed manner 這句字是哪裏 這句字是reference 是講回preciousness of a print 因為現在拍照 各個都放上網 揭揭一下 已經沒有人印相 這句話其實是在 George Eastman House Museum 全世界最舊的photo museum 如果你apply去看很值錢的collection 那你apply要寫 填很多紙 你申請約時間去看很值錢的照片 他有張指示給你 他教你怎樣帶手套 怎樣不禁錄 畫面是否喜歡摸摸 最後就是這一句 《Take a breath、 approach the object in a calm and relaxed manner》 我覺得很合適 因為現在大家看 Instagram 也看電影之後就沒得看 繼續去 你不知道去哪裡 但這句話就是 其實這個畫面也是很值錢的東西 是很貴重的東西 可以值得的 同時我又又抄襲另外一個 我還是以一個比較適合是Carol-Andre 第一位把硬件店放在餐廳中 就說把藝術放在不同的 context 人們會如何處理藝術呢 這張照片我叫做 signature print 通常人們都認得我這張照片 第三張是 photography 這張照片對我來說 入藝術行幫了我很多 但現在也是很煩的 因為每一次art fair 我只剩下一張是我的 artist proof 每次art fair 人們都想生我買 開到很高價 人們就說我不值得這麼多錢 這張照片就變得很煩 我再說這句話 其實照片為何這麼值錢呢 因為可以重複 其實我就說 其他art form 可不可以重複呢 你看這四張 左手邊那張是 water color 第二張是 oil painting 第三張是 Chinese painting 我在大分村給錢人畫的 其實art是否甚麼都可以reproduce 那為甚麼照片會值錢 畫不值錢 即是哪張比較值錢呢 那之後做完之後我就打算擺在地上 被人踩 我就說 是不是張張都不值錢呢 即是你如果要買的 我要印一張給你 那為甚麼不值錢呢 這個人走開 那這一個 piece 我就叫 就是reference 講述 publicly available image 因為很多照片 尤其是現在這陣子的Times magazine 全擺在archive上 online 很好看的 那我就是想知道 人們會怎樣用這些print 我就是想著玩 不如我用NASA的照片看看可以怎樣玩 那這些全部是NASA freely available image copy rights free的照片來的 那我下載完之後 我就看了一個很興趣的文章就是 不知道你知道嗎 NASA的照片 通常的sets來寄回來香港 寄回來英國 美國之後呢 是沒有顏色的 因為很多sets來的顏色是錯了 那其實是NASA的藝術師把那些顏色放進去 所以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些什麼星的顏色是人藝術師放進去 那我就想借這個意思 我就下載了照片 那些顏色是完全我自己轉上去的 就是這些顏色是我加進去的 但是加進去之後我就覺得 都不是很舊 我想再玩大一點 那這個項目叫做Axel Monday Center of the Universe 那我就說回 What connects me to my universe 那這些照片其實一邊就是NASA 那我常常說回NASA 永遠是explore space 去到最遠的地方 那為什麼不看我們自己 我們最近我們是什麼地方 那所以每一張前面是 NASA的照片印在膠上 後面我用到resin去封住它 而夾在中間的就是 connect 我connect我自己 universe的之事 那好像前面這支是有一滴血 我的血 這是我隻貓的牙 那還有很多不同的 GRE 不然我不告訴你,你也會猜到一點 這個項目是關於人們可以用公開的影像 可以怎樣玩大一點 又說回這個項目 其實這兩個項目是同一個意義 說回以前,我覺得做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永遠都是,我是A go look for the truth 想回以前其實很少,因為我是我的 truth 不是真的的 truth 我就做回兩個項目 這兩個項目叫做improperable photographic truth 其實就是我拍攝still life 拍完之後,我就把照片的still life 夾回到真的still life上面 就像這十張Polaroid 假如是十口釘 但每一張照片都是差一口釘 那十口釘我就用真的釘上去 即是說reconnect回真的和相片的東西 是不是telling the truth 這一張也是同一個theory 就是我媽的桃花 我拍一張桃花之後 我就是把桃花死了之後 我把照片放回去 但我是想more context 可以discuss 變成我就是 把照片印在鐵上面 也有一個dialogue between 兩個不同的material 鐵和木的material 我講這個concept 就是講回 photography as capturing light 那我就想想一下 如果拍照永遠是capturing light 如果我將它調轉了 可以怎樣玩呢 what does light capture 其實呢 我就存了兩個月 第一件事就是 我家裡那盞燈裡面的蟲 就是要是晚上亮燈的蟲飛下去 所以the idea就是 that's what light is captured 一個曼花筒 一個就叫做55 因為存了55日 55 nights of light 另一個呢 叫做55 nights of nights 就是同那55日 我家裡的蟲蟲蟲 家裡的蟲蟲 家裡的蟲蟲 就是沒有了燈 是抓到什麼呢 這個artist 其實就是有個曼花筒 這個就是裡面的東西 那 同時我覺得 和photography 是很有意思 因為你永遠的photography 永遠都是capturing 125秒的一個shot 那曼花筒也一樣 就是走了就沒有了 那曼花筒也一樣 你轉轉 那個圖片已經轉了 那其實每一個圖片 都是只有一次發生過的事 就是in a way 我是比喻photography 那這兩個piece 是重複就是 Photography as Evidence 那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拍照 很多人是 量度是evidence 那這兩個piece 是說 How far can you push a photograph before it's not evidence anymore 那這兩張照片 其實是我電話拍的 是兩隻貓 兩隻貓都不在了 也都不在了 那是幾個月 幾個月 degenerate的事 那幾個月都很多 要medical intervention 那隻貓死了之後 我就 不想看那些貓的照片 因為看得我不開心 但也不捨得丟 那些針筒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牠都死了 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些針筒的東西 那我也留了很多年 那這個piece 我拿了一隻貓出來 把針筒放進去 其實那張照片 已經不在了 因為那張照片 我拍來看貓 那隻貓已經不在了 但我把背景 和牠留下的東西 還能否提出感情感應 這兩個piece 就是這樣 這個piece 是我參加Wing的 其實也是其中一個bubble 就是講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的說明 就是 牠說串回 fine art market的照片 就是 講回這二十年 以前 就是照片是 chemical 印上紙 這二十年是變了 In Jack 那也都 如果你去高檔的地方 一些art gallery art fair 牠永遠不叫In Jack 叫做Gicle 因為Gicle 覺得好聽一點 其實是1991年 一個美國的printer 發明的 他用法國的名字 Gicle 其實Gicle 翻譯英文就是squirt 中文就是 其實這個字很難聽 很多法國人都笑這個字 我用這個諷刺式 做出來 這輯照片 我叫做Catsulte Culte就是French 叫做Dirt 加上我自己的名字 因為我發明的 其實 拍了一張照片 我就貼膠水擺街 讓空氣弄髒 就是諷刺了Gicle 這個動作 應該是最後的 應該是最後的 剛才說回我每個作品都 提供一些藝人 因為我的年紀 我也是英國大 所以也是跟著很多 英國的藝人 這個 generation 這個辦公室 我適合 Damon Hurst 其實為什麼放這張照片 我就覺得 因為現在去 第一次 兩年前 Newyork 好像Newyork Mads Museum 他轉了他的photography policy 因為以前你進去的 是不給拍照的 但是現在 每個人都拿出電話 拍照 那Museum都知道 不能贏的了 Open the change Change your photography policy 任你拍 我覺得現在去看藝術 那些人都說要拍照 我需要找一個 novelty item 就是有趣的東西 知道那個人都會拍照 就放一個hashtag 這個hashtag 就是pickinresin 其實不是這件事 是人們拍照 即是用instagram 用twitter share 那個action 才是那個art piece 這些是人家寄給我的照 這張是 Belinda 很多是instagram 是整個來的 So far 是這麼多 我可不可以再說 我改故事 是的 即是 我現在結束了一個短的故事 即是 我的work 雖然現在 不是說我不喜歡拍照 而是 我覺得我不想再抄自己 如果你看回我這十幾年的work 每一個都是不同的 唯一他們tied together 就是 永遠的起發點 都是我附近發生的事情 自從我沒有做documentary photography之後 我的idea全都是我身邊發生的事 雖然我現在是做不同sculptures 但其實 現在有人問我 你一張照片是值什麼呢 我有一個很 interesting story 告訴你 那天我女兒病了 我老婆叫我去 拿些功課去表交 我永遠不會在上環這個 很update的shopping mall 我永遠會進去 我進去 給了一個人幫我過交 我旁邊有一間雜貨店 我看一看 等他十分鐘才能夾到 我看看 右下角 那個 那個 不知道 有一個Catholic icon上面有一張照 我覺得 這麼熟口面 對上那張 這個人 就是這張照片 原來 右手邊 肥肥的那個 是我的媽媽來的 第二天我回去買了一張照片 他開價我三千元 我按到他六百元 我拿了回家 他說 為什麼這張照片會在那裡 原來就是 第一 我以前是那些 保倫局的 其中的不是主席 就是board member 第二 那個外籍人士 就是 不知道是誰的港督 我問他 為什麼這張照片被扔掉 原來我和我老爸說 我媽死後 我爺爺就放在家裡很久 我爺爺死後 我的細麻就扔掉去地牢 之後 那時候沙士的時候 因為 人們說清潔 就把照片扔掉去雜燭缸 但是 for some reason 有人撿了 但是撿回來 因為他是為港督的 不是為了我媽媽拍攝 因為他有港督照片 原來香港很多人存在舊港督照片 那個集團就收回 但是 interestingly 擺了兩個年之後 我不是為港督買這張照片 是為不出名的那個女人買一張照片 其實相片是值什麼 是什麼相片呢 其實相片是 What's value to you 很多時候 我講我藝術的相片 你講到什麼 其實主要你拍照都是 Capture一個 Memory 或者寄回一件事 我這張照片很適合 我家人都扔掉 但是反而我肯 花錢買一張垃圾回來 所以 所以沒有答案 什麼是照片 什麼是照片 好 很感謝劉清平和Curt的分享 大家都看到兩個不同的藝術 他們對攝影的想法和處理是很不同的 我覺得這個是 或者我們想的攝影 經過了170年來到這一刻 特別是數碼出現之後 那個形態其實是更加開放 更加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對Curt來說 他可能在想的是攝影本質的問題 多於是他想記錄些什麼 對劉清平來說 攝影是一個想像 這個很吊詭 攝影本身應該是去記錄 一個曾經存在的時刻 但是他在考慮的是想像的東西 或者你們兩個本身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再談 或者大家對對方的想法 有沒有一些 我想其中一件事就是 可以嗎 可以 OK 好像 正在《證明莊》最後一句說 攝影原本是什麼 其實 是的 其實世界上很多東西 原本發明了出來都是有一件事 就是譬如說 電飯煲是我們煮飯 後來現在我們做蛋糕 攝影 其實原本我們做些什麼都 好像今天我們都不如同期 做著很多 也算是不務正業的事情 但是我的不務正業的事情 其實是有趣就可以了 又或者是有一種 就是我們覺得是 對未來或者對人類的文明 是可以推前到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說我的角色可以做這件事 而是我想 人的存在都是想做這件事多一些 不是說守顧於 原本說 我們做的一件事出來是 謹守崗位 不務正業是比較重要的 你好像說到做創作是不務正業 我想 有趣的地方是 例如我聽你們剛才兩個人的 講述自己的作品 其實都離不開一些跟自己的記憶有關 那這個是否攝影這個媒介給到你的東西 或者 為什麼你不選擇另外一些媒介 而選擇攝影這個媒介呢 或者Kurt 你都可以試很多東西 但是你都好像仍然 那些泡泡的中間仍然是photography 而不是其他東西 其實兩個答法 第一個因為我不懂畫畫 還有我熟photography 而且我覺得 因為photography對我來說是最興趣的 因為剛才我再說回最後的故事 雖然我 photography 現在很多藝人說 就是一個medium 你跟畫畫沒有分別 跟sculpture沒有分別 你只是用這個medium 去發明發表你的 你的 what you want to say 但是 我仍然喜歡拍照 就是因為 剛才說回來是很democratic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拍照 很多人不是用來做art 但是我就是這麼普遍的東西 就是 I want to be part of the legal world 就是變成 不是的 講得很美 就是畫畫是很exclusive 就是 人家去看galerie 你不是明明 但是你拍照 每個人都可以拍照 我就是 想用這個借這個起發點 即是我就算做這些 很奇怪的art work 永遠都是跟照 九個有十個人都有相機 十個有十個人都有相機 可以relate 很容易入 這個 就是入我的idea 其實這方面都是的 攝影相對 是在創作 這種媒體方式裡面 是叫做新的 或者是其實 都是近幾年才是叫做 比較 就是 真是承認攝影的位置 其實 但是你說攝影是不是很根本呢 好像很多人袋裡面都有手機 其實如果說比較 我又覺得可能不是的 其實最根本真的是指和筆 那你會不會叫那些人 我吃完那條蜜蜜蜜 你畫出來 跟著跟人分享 又好像那些人不會 其實可能是那個時間問題 是嗎 你說其實攝影都是 或者是 那個科技帶給我們是很方便的 或者你 按一個按鈕 你記錄下一個圖像 但是 剛才Curt說 你現在 你現在用影像去跟人溝通 你可能是 不需要進去Gallery 是吧 你在網上 你在Twitter 你在Instagram 你看到很多圖像 但是 我的疑問就是 究竟那些圖像 是否能溝通得到 他拍下來 可能對他來說 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他拍下來 然後他放下來 但是 作為觀眾的我 如果我每次上Facebook 看我的朋友 都是每天 告訴我 他早餐吃什麼 午餐吃什麼 晚餐吃什麼 其實 對我來說 我的意義是什麼 我又有一點 想不通這件事 其實 沒有意義的 應該是年多前 不知道有沒有看 Conscientious 這個博物 是一個 德國人 在美國寫的 他寫了一篇 叫做 Compulsive Looking 他就是 說回這件事 有人說 Facebook 你吃東西拍照 有沒有人看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 這一組 這回事 已經跟 透氣沒有了分別 因為現在是這個年代的人 你需要透氣 維生 你看到東西 要拍照 是一樣的事 所以 你拍照 已經變成一個 不是一個 病毒 已經是你 每天的行動 變成已經是 in print 不要緊 好像穿衣 你不穿衣 你不會不戴相機 拍照 已經變成一個行動 幫你自己 記得 就是 你幫自己記得的東西 或者 That's what you do It's become a compulsive action 那你有沒有意義 我想拍照 99.9% 真的沒有意義 但是 沒有電 也沒有電 但是 但是 這個行動 但是只要 這個行動是 幫助到人 你覺得 prove自己是 alive 或者 prove自己是生存到 或者你是 幫助記憶 那件事 That's the purpose of leading a snapshot 我覺得 不需要影響到別人 那就是 你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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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畫廊展覽 那個主頭 其實 會不會有很多觀眾呢 其實 你有沒有 有遇事 或者是 跟他們說 Demon Hurst是誰 可能不是 每一個觀眾都知道 Demon Hurst 或者是這個 藝術形式是誰 其實 你們在溝通著 什麼 就是整個展示 或者是 作為一種 peace 當然 你們有一種互動的 他有tutor 或者是有其他東西 那 其實 這種溝通 不容易說清楚 那 就是 跟大家說 其實可以 可以這樣嗎 好 其實主要 我寫 statement 一盡 這個問題都出現過 每一個peace 都是 有些是很 directly reference 有些是很 loosely reference 那我 最後還是 決定不寫 是 哪個藝術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寫了 你主要的 目標的 就是 屬於一些藝術的東西 那我特地不寫 你可以 開放 你屬於藝術的人 就可以進來 裝了東西 這個是差誰 這個 同時 你不屬於的人 就當一件新的藝術來看 那就變了 大眾化很多 所以是 我跟Generes 決定是 沒有擺 抄誰 不要說抄 是 appropriate 學 我們這一節的題目說 什麼是攝影 剛才我提出的問題就是 你或 Kurt也說 我們現在在我們生活中 不斷在拍照 其實 對我來說 一個很 我仍然是 看不通的人 雖然我也在拍照 但我想 我不會無時無刻 拿一個 手機出來拍照 或者拿一部相機出來拍照 也有一些 人說過這些 其實拍照這個行為 本身是一個 interruption 來的 如果你在生活中 你在做一件事 為什麼你會突然間 拿一個相機出來 去拍照 它 你會把整個活動 終止了 然後去做另一件事 這件事是一個行為 另一件事 就是 Kurt剛才說 其實你在拍照 其實是想證實你存在的 那件事 調整的地方 其實 印象不是最重要的 大家拍照 或者攝影 其實攝影 你的說法就是 其實這個行為是證實你曾經存在的 那件事 多於說 究竟那個 影像本身的內容有什麼 這是一個很 很不同的取向 和很不同的看法 來的 回答一下問題 一個很興趣的問題 因為 Abi 戴著Google Glass 在那邊 很合適 其實 這個很合適 很合適 因為 很合適 拍照已經不會 避免 已經是一部分 而且遲一陣子 好像是Kickstarter 或者哪裏看到 一個新相機是掛在身上的 它不知你 摘取你的動作 還是Hitmap 我看得很重要 會自動拍照 它的設定點就是 錄一天 without looking 我想很多人已經開始 發展下一步 相片已經不用停 即是自動拍照 好像GCTV也是 如果你有時間找回自己 都可以跟回你 今天走中環走那邊 所以 所以 回答一下問題 已經停接 停接一下 但還是回去 是 你不斷在這裡 在記錄什麼 我想起很多年前 看過 Wilm Wenders 有一部電影 叫做Lisbane Story 其實 這部電影的內容 就是講一個電影的導演 因為 視頻的出現 視頻不需要停 可以不斷拍 這部電影 就是Total Laws 拍攝了很多很多電影 但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但有趣的是 這部電影 最後的 結束 就是 一部很舊的紀錄片 A Man With Movie Camera 他用那部電影 就結束了 那部電影 我覺得這是一個 值得我們思考的年代 我想以前的人 不會去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做什麼 你要去拍照 或者你不斷拍照 其實你到底想做什麼 但是似乎來到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會去探討這個問題 我覺得 作為藝術創作 或者 無論你在用什麼 哪個媒介都是 我想是那些 在用那個媒介 或者是在參與 在那個媒介裡面的人 是不斷在 重新去定義 那樣東西 究竟是什麼 攝影在170年前 和在今時今日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再說一句 昨天也有說回 其實想拍照 我們拍照什麼 跟技術創作 都很有關係 說回一個 一個私人的比例 我前三年做好一本書 我是找回我爺和我公的照片 做回本故事書 我看回歷史 我爺是很窮的 我公公很有錢 那時候在廣州 我插回的照片 很興趣 就是 人們看照片 以為我公沒有錢 因為我爺爺沒有錢 去的時候拍照 都是去工作室 穿得漂亮 各個排隊 笑劇 梳了頭 那張照片 都好像很有錢 那樣 反而我公公 因為他是廣州的少爺 那些playboy 那時候他三十年代 有一個like 他的照片 是在街上拍的 就是在街上 吃魚蛋 看照片 好像現在 他是三十年代的Instagram 拍照 亂拍照 有很多錢 所以跟隨錢和技術 以前 歷史上已經是這樣的 但現在 因為每個人都得到這個技術 變成 每個人都像我公公那樣拍照 其實每照片 你掌握的東西 都是跟隨 技術的東西 和技術的東西 以前 你慢慢進去工作室 然後慢慢坐五分鐘才拍到 所以每個人都拍到正 現在 是一個轉變 或者十年之後 有另一回事 那些人或是不會再 就是 如果你是掛相機 那些人 那些人不會再拍照 根本每個人 或者你已經是 不用掛 在你的心口 變成了 我們怎樣 掌握 東西 好 想問一下 在座的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東西你想商量 不一定有問題 可以聊聊天 或者在未問之前 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 不斷 其實 好像呼吸一樣 在這裡拍照 這幾天 其實我看新聞片段 其實有一個 我自己其實 都很忠誠 看到朋友吃飯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要拍下來 這是一回事 或者 雖然我自己很喜歡拍照 但我選擇地 我其實很少這樣做 但我這幾天看新聞 看到南韓學生 遇難了的學生 他的手機 拿出來的視頻 其實他拍的時候 沒有想著自己 將會發生什麼事 那片段我看回 在一個時間的研製 我們再看回 是完全兩回事 我的意義是很不同的 有時候看 我自己就真的無管動 其實 在人生哪個時刻 你其實 因為科技 在你身邊 然後你拍下一些東西 然後觸發著 一個 什麼的想法 這個就是 讓大家去實驗一下 在座有沒有人想談 或者有 在座有沒有人想談 或者有 我再加一句 不是我的想法 我那天看了一個面試 我覺得很興奮 說回人影的照片 現在的媒體控制 看到什麼照片也很興奮 那時候兩個人 就是Adam Brunberg Oliver Jenner 他們說回 打仗的照片 Busch administration 那時候 就是他很 自從911撞到 每一幅照片 如此類似 他 Busch的反應 用的照片 就是用的很類似 那時候 撒旦步聲跌 或者是 吊頸突然漏出來的照片 Busch 他的媒體團 就覺得這些是合適的 變成是奧巴馬之後 奧巴馬什麼都控制得很厲害 那兩個藝人就說回 唯一你殺到Bernardine的照片 就是他十幾個 坐在那裡看著螢幕的照片 那張是那年推特最重要的照片 變成也是 媒體控制得很厲害 你也是看你的媒體團 如何接觸 但會不會現在 其實你 我有一個 想法 你也不太相信媒體 因為大家都知道媒體 整個運作的模式 是怎樣去控制這個 你可能是看的 已經是離開媒體 以外的那些 普通人 放上網上的一些不同的資訊 並不是在畫面 但是沒有畫面 不是在畫面 沒有畫面 而且 and videos than our ability to consume so what is your take on i mean in terms of audience how do you think audience can consume or understand your images and digest maybe in a way and also what kind of audience you guys are hoping to encounter I think I really don't know I think if you can be able to do it or you can be able to do it because that kind of溝通 is very difficult it's very difficult to say to me or to say the other way we are doing one of the things we are doing or I'm doing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are doing is not jus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are doing is not jus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are doing and this picture is from the world and this picture is from the world I've been able to trust this picture this picture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a mistake the picture is not so effective but there is too much about the way to view the pictur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icture so you can see it and see it and see it if it is not a picture with the picture with the words and the words and the words I think is just a half 所以我作为副画家真的不能回答 如何可以沟通 之前其实我觉得太简单了 或者有时对了一件事 其实有一个很矮化的看法 就是照片大家都明白 如果是这样,大家都明白那些照片 其实是一些很shallow的照片 最简单的答案 如果我回答你 其实我选择这个办法做艺术 我已经没有理会了99%的人 就好像说你的照片很多人都明白 那些是有用点,是Mass Effective很多 但是我可以说做艺术 我拍了一些没有灯的,怪怪的 已经是不理会那99%的人 我自己做的工作 尤其这几年的工作 其实我拍的照片是很少认识的 我的目标就是 我的照片通常是 我想到展示的时候是很空的 整个目标就是 一个情感的反应 然后观众可以接触到第二个层 就是那半个百分比 所以我对上的那个项目 我做了一个 我家族的历史 其实我整个书写的 是写给女儿的 我知道那些人看不看这一回事 但是我表演的工作 就是我永远都是 我在一个家园 设置了一个中国的茶屋 我建立一个环境 让人可以慢慢坐下 那些人看到第二十页 他已经不是看了一本书 而是讲述自己的家历史 这就是我的意思 我不是为了一张照片 认识这个是我在出生的 而是看一张照片之后 就想起 我出生的地方在哪里 我应该打电话给我妈妈 在一方面 我看了很多人是很小的 因为真的 有多少人会走到一家园 几百,几千 但是如果我可以 能影响到这几百人 那就是我的工作 我并不是在 Twitter的几个百亿的追踪 我只是在几百人 可以影响到 我想Kirk和刘清平都说了一件事 就是你那个想法 我想他们作为一个艺术 他们去创作的时候 他是考虑了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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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通过我的相片 去给出一个什么信息 这是一个 我想跟我们在Facebook 在Twitter 在网上看到的相片 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正如Kirk刚才说 可能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相片 是更多的 是那个人去证明他曾经存在过 在这个世界上 清平都在做那样东西 不过他尝试在做的方法 就不是去拍他眼前的东西 而是他去找一些 他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应该有一个代表的意义 我去记录它 好 还有没有人想问东西 如果没有我们这一节就结束了 多谢大家